朋友们 咱们刚刚呢就实现了整个位置紧 整个过程就通了 我最后呢给大家强调点 最后啊 看照 已经强调很多遍了啊 我去调这个函数 调这个函数 我去调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是带着一个字典去的 刚刚一个同学呢问了个非常好的问题 他说了 东哥 你这个地方这个字典里边只有一个值 那为什么不直接把肥要内容传过去 而肥要用字典了 这个问题相当好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解释 因为将来服务器去调用这个框架里边的这个函数的时候 传递有可能很多个值 比方说fail name是一个 有可能服务器的版本是一个 有可能浏览器的版本是一个 有可能浏览器师傅登录了等等各种信息的状态都要传 你要是不用字典合到一个整体里边去 那么将来我这个地方这个参数师傅有可能变成了不定场了 所以说怎么办呢 最后一句话 有可能会出现将来咱们给这个地方传值的地方传很多个值 所以说呢我就用了一个字典里边存了多个值 听得清楚意思了吧 这就是原因 我用字典的原因就在于有可能有很多个值一起传 所以说用字典的就一个不就过去了吗 不就相当于封装了吗 那么我还把这个字典传过去之后 我还把什么呢 下面这个函数的引用给传过去了 那么这个变量呢 是不是他就指向了咱们下面是不是这个函数了吧 指向了这个下面这个函数 他能够干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他去调这个函数 那不就相当于把这个东西设到这个函数里边去 然后这个函数调用完之后 他接下来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 接下来他去得到一个值 然后这个值就是return的值 把这个值一return 请问这个是不是就body有了 hider有了 把它俩合在一起 接下来给流浪器 这事不就解了吗 对不对 那么基本的外部框架了 大家就实现了 但是有人说了 都赶紧每次都看这么low的界面 干什么呢 接下来我给大家一个这个代码 一个模板 我一会的时候呢 把这个模板啊 我就发给大家 有个文件夹 有个文件夹呢 是这个这个和这个 这三个文件夹 这三个文件夹 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首先说啊 首先说这个文件夹和这个文件夹的作用 这个文件夹和这个文件夹的作用是 将来把某些数据给它分离出来 让某些数据分离出来 好了 我把这个呢 首先拖到这边去 咱们先看看最后的现象啊 先关了 好了 我放在这啊 放在这啊 我再写一个新版本啊 我再写个新版本啊 COPY 06 然后呢 07 实现 实现模板文件 cd到07里边去 好了 接下来我又新建了一个07个版本 不会建什么事情呢 把这个文件夹和这个文件夹拖进去啊 把这个和这个拖进去 好了 我把它先拖到这边来 我把它又拖到这边来 那这两个文件夹里边会有什么呢 同伴啊 这边来说我把这个删了啊 我接下来我把这个删了 不要了 因为我接下来想要给大家演示 演示一个东西 有它在呢 很不方便 我把它丢到回路站 没了 那么 我刚刚就拖两个文件夹 这两个文件夹里边呢 是有东西的 看一下啊 最后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把这个删掉啊 我先把这个这个删掉 RM下回线下回线PY 删掉 Tree Tree 我用一下Tree 看了很清楚啊 当前是不是在 Template文件夹里边有两个 Extml文件 在这个Static文件夹里边 是不是有这么一套的东西了吧 有这么一套的东西 那么 接下来我要干什么呢 这是Web服务器 这是咱们的框架 你说没错吧 说呢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么一个感觉啊 我在一个文件夹里边出现了两个这样的PY文件 有可能是导致了我将来用的时候都不知道用谁好 你说是不是啊 哪一个是Web服务器 我得根据名字 万一名字要是写的不通俗易懂呢 我将来有可能分不清了 所以说最好是怎么办呢 建个文件夹 再建个文件夹 就是咱们桌面上这个Dynamic文件夹的一个目的了 Dynamic文件夹 至于你叫Dynamic 这叫什么都行 好了 看着啊 我的目的是 MakeDR新建文件夹叫Dynamic 好了 MV miniFrame 进到Dynamic里面去 好了 看一下现在的效果 现在的方案是 这个文件夹里边有个PY 这个文件夹里边是一坨子什么VSGS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这么一坨的东西了吧 一坨的东西了 那么这边是什么呢 这个文件夹里边 你有没有发现我的文件夹的名字叫Templates Templates翻译过来就是模板的一坨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服务器 那么也就是说 大体的样子 大体的目的 服务器是用来接收浏览器的请求的 接下来 它是不是要用框架 是不是才能实现这个事情了吗 我在这里边写框架 这不就分开了吗 我在这个文件夹里边写框架 文件夹里边写框架 框架里边有一些代码 他们看着 我给大家说啊 注意这个过程 打开它 好像听啊 这个地方 看着 我把它挪掉 不要了 把整个零七托你来 来看着 这是外部服务器 这是外部服务器 回到咱们的外部框架 请外部框架 是不是现在在Dynamic 是不是这里边了吗 双击 这不就是外部框架吗 你接下来 已经把这个东西 放到这个文件夹 请问他 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多 导入的时候 还能这么倒吗 怎么倒了呀 正常情况下 咱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边 新建个叫空的 下滑线下滑线 引力的下滑线下滑线 还记得吧 是不是正常情况下 是不是应该让它 是不是当着一个包呀 还有印象吗 在python2里边 必须要有那个 引力的那个文件 必须要有那个 在python3里边 是可写可不写的 反正都是叫包 但是如果你想 为了完整性呢 你可以在这里边 新建一个new fill 叫什么呢 下滑线下滑线 下滑线下滑线 引力的下滑线下滑线 点py 大家看 是不是当前 这里边 是不是有多了 有这个之外 是不是有多了这个哥们 请问 只要你有了这个 文件之后 请问这就叫什么 是不是这个dynamic 是不是就叫包了 从今以后 这里边也就意味着 你可以写很多很多的模块 你都可以放到这里面去 你这里边又去import自己的模块 行 想怎么写怎么想 已经是包了吗 他们 我现在我不管怎么做 我先让他 我不是给了下节目吗 原来的时候 这个哥们和这个 是不是在同一个路角 我现在是把这个哥们 是不是放到了 是不是这个文件家里面去 那么将来这个地方 应该怎么导入 dynamic dynamic 这么倒入 dynamic 点 只要你写上这个dynamic 点 那么请问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包里边 是不是这个模块 那么请问 你写到dynamic之后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还能直接这么写了吗 有 这么写了 dynamic dynamic mini frame dynamic 然后application 请问是不是就变成这么丢用了吧 直接一下看看 我先保存 保存 好了 把这个放了大一点 07 07没错吧 07 对 好了 python3 然后webserver 都解 来 打开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 登录一面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页来讲 主页 对主页 请问 现在是不是依然可以吧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现在重新把 这个叫做 框架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重新放到这个文件夹里边去了 目的是什么呢 什么 我简单告诉大家一个目的 框架 有可能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点py 有可能是有n个点py 组成的 你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 我建个文件夹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想写个非常复杂的框架 那肯定是放到一个文件夹里边去 否则就乱了 放到这个文件夹里边去 那么等下新建这个文件之后呢 它就叫做包了 它不就叫包了吗 刚刚是不是已经实现了效果了吧 此时 这两个文件夹一点用没有 到现在为止 这两个文件夹一点用都没有 那么 同学们回到核心的问题上来 我不想看了这个load页面 我想干什么呢 看见一个真正的页面 那我该怎么做呢 注意看 在template文件夹里边 有一个叫indexed HTML 有一个叫centered HTML 那么这两个东西又会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我把template点开 大家看啊 我把template点开了 我点一下centerindex 是什么 在index这个html里边 是不是有一图的html页面的数据了 这就是前端html格式的数据 你点一下center 这就是center的 一个是个人的 一个是首页 一个是个人中心 一个是首页 一个是个人中心 好了 这边来讲吧 这就是页面 你跟我说页面 你想要干什么 咱们注意听 咱们现在做的效果是 我给大家说核心思想 咱们现在做的效果是 当一个浏览器 请求了什么某某的py的时候 咱们通过这个地方 成功的调用它 通过区分 它调的是这个还是这个 咱们去调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返回的值 拿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这个地方返回的值 返回到这个地方去 请问 body是不就得到了吧 body加上head数据不就来了吗 你这个地方是什么 将来那个页面就显示什么 那能不能把这个地方的数据 给它改成这个页面的数据呢 Ctrl A Ctrl C 来准备看清楚 我现在想干什么 把这个地方删掉 1 2 3 1 2 3 Ctrl V 暂贴 1 2 3 请问 这是不是一定是一个这么大的头串 你管我有多大 反正这是一个头串 好了 来 再实验一下 Python 3 web server 走起 接下来 哪一个呢 是不是将来我返回的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他将来是不是就这个样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吧 OK 前面 可以吧 你不管怎么说吧 东哥还是很漏 为什么还很漏呢 他们 缺什么 你看 你没发现 你没发现这两个是404 没有呢 这个404谁给他的 我怎么没记得给他过 看货罪 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我原来给大家说了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那个过程 什么过程 浏览器先问服务器要一个html的格式的数据 我刚刚给他了吧 我给他的是什么 来到有机看 请问 我给他的是不是就这团 浏览器接下来解析 这个地方需要一个文件 浏览器自动去加带 没有 没有我就没有吧 反正他的告示单没有 那浏览器因为解析这个地方还得加带一个GN 请问 是不是又没有啊 是不是就导致了将来你看到页面是不是这么low了吧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核心原因不就在于他找的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存在啊 那么咱们去哪找这个东西啊 谁给他的森林寺 咱们去拿 他玩的这个事情 不让他森林寺 上面看着 我先把这个数据的页面 我送给了浏览器 浏览器一解析 我这个地方需要一个这个 这个地方我需要一个这个 浏览器就自动发起了这个请求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现在请求的格式是 端口都是一样的 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在前面在后面写上了个CSS什么什么什么这坨啊 哪来的CSS这坨啊 大家看这 是不是这个地方有个什么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CSS这个东西了吧 那么请问也就是说如果服务器请求到的文件 他不是点PY 请问是不是就走着啊 他接下来到点ST秒里边去找 请问当前有点ST秒吗 没有是不是就挂了呀 那么应该是让他去哪找ST秒 是不是找这个STATIC文件夹里边去找吧 既STATIC文件夹将来放什么呢 放CSS和JS文件 好了 放图片也在这里边 图片也在这里边 把这个给了谁呢 STATIC OK 把这个改成STATIC 好 你再想 他请求的是 这个啊 咱看这个 他请求的是CSS在斜杠 斜杠CSS Bootstrap.mini 这个东西 请问是否意味着将来咱们FailName就是那坨 FailName是那坨 加上这个哥们 请问是不是就变成了当前的这个文件夹下的 这个文件夹下的什么某个文件 有没有那个文件呢 你看啊 他请求的是CSSBootstrap.mini.cs 点开他 有吧 这是一坨 一坨什么东西 这一坨呢 就是将来咱们大家呢 会了解的在前端里边的知识 就是Bootstrap框架 前端框架 好 咱们这边就讲吧 咱们浏览器之所以显示的这么low 就是因为它在解析这两个东西的数据 没有解析到啊 这就是挂的原因 怎么办呢 你让你的外部服务器支持就完了 看这个图 浏览器第一次请求的时候 从这儿 到了这儿 到了这儿 我把一个很长很长的图串 反到这儿 他反到这儿 浏览器一看 哎这是一个页面 一个页面呢 他又发现了需要一个什么什么CSS的文件 你说是不是啊 他接下来又发现了请求 去问他要 去发现了请求问他要 请问这个是点P2结尾吗 不是 不是怎么着 不是 这是不是就打开这个文件 所以说咱们刚刚返回404的原因是不是就在于咱们刚这个路径是不是给他写套了吧 把这个路径给成Static来 其他都不变 请做C 是不是就变成了这么一样的 对吧 就变成了这个样的 但是说了为什么东西这个是还是这个CLSC呢 是因为对因为咱刚刚我给大家写的这个里边这个这个因为当前他们这个页面没有用到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咱们把它修改修改就行了啊 就把最后的这个 是把这个哥们抹掉 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就变了吧 你看 前面他请求的是这个的时候 咱们服务器里边再给他合上一个点Static 然后他这里边要是有Static 是不是咱们就应该把那个Static给干掉了吧 是个道理吧 好了 这个事就结了 这个事就结了 来咱们 把它重启一下了 你再去刷新 这个GS没有功能啊 说了没改 啊对 为什么呢 我我是给的这个文件里面的东西 但是这个这个图处里边说没改吧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这个是不是给它抹掉 对吗 我这个时候在执行 大家应该看只是是不是差不多了吧 来刷新 是不是没有了吧 准备解了吗 来 为什么刚刚会出现 出现这种问题 我的下意识我去给这个文件里边的数据 而我没有下意识去给这个肉串 为什么呢 应该你看也能看得出来 你一个函数 你那么一坨的东西 有必要吗 请问他们要怎么做 还可以怎么做 你返回这坨恶心的东西干什么 谁呢 请问他到底想返回什么 他是不是想要返回那个文件里边的东西了吧 那么直白的讲不就是 content 或者说content 等于我读出了一个东西 请问这个试词笔记解了吧 那么想要读出一个东西来 with with 然后open 打开 坏了打开谁 你要 打开 index的xtml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f.read 把它读出来 content就有了 然后接下来return content 请问这个试是不是就解了吧 行不行呢 绝对不行 为什么呢 你要明白了 你现在是不是在这个路上 你怎么可能打开它呢 这个地方注意挑 这个地方有点绕 我给他说 这个地方他想打开的时候 此时这个路径 咱们一个写下 你导入的这个 是不是相当于根据这个模块来说了吧 是不是应该是哪一个路径 当前路径下的 上一层路径下的 time 怎么下 time 类似 p lates 下的 是不是应该是这个了吧 你看 这个程序 是不是在这 是吧 这个程序在这 我接下来按理说 是不是应该是打开 这个上一层路径下的 上一层路径下的 templates 文件下的 是不是这个东西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再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有东西 来 把它试验一下 他说了 这个 啥意思呢 出现了这个 什么U的table和speech了 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提醒了 就是control A 全选 然后呢 全部给它给称 空格 全部给它空格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空格和table件 在patterns里面不允许 怎么着 一起使用 一起使用 都 打开了 来 咱看看 有没有页面 挂了 看这个地方 error empty response we call 就是啥也没返回 为什么挂了呢 这个地方这个路径 如果你要是改成一个点 改成一个点 咱们再试一下 为什么不写两个点 写一个点呢 这是我要给大家说的 通知们最挑 这个地方这个路径 因为咱们原来在基础班的时候呢 是没有签示的这么复杂的程序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个问题 最挑 最挑 如果你是以python3 手动执行的这个py文件 接下来你所有的open的路径 都按照这个文件所在的路径 开始算 不管这个文件是否导入了你的模块 还是导入了哪一个模块 所有的模块里边的open 都是根据当前这个点py的路径 去算的 听得清楚我的意思了吗 我再说一遍 你python3空格什么什么点py 你写的是谁 写的是他吧 他在哪 将来你所有的模块里边open 都是根据这个路径来开始算 而不是根据你所在的路径算 听得我说什么意思了吗 那么因此 我写两个点 请问 当前路径下的两个点 上一层路径下 有type类似文件夹吗 没有 就挂了 我写当前路径下的time place 请问他所在的路径当前的路径下 是不是这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里边index是不是就出来了吧 这个一定要切记 否则你拖去拖在这了 拖去拖在这了 千万别写两个 则那一个就行了 不管怎么说 index这个事情是不是解了吗 还会有什么呀 这个地方login 但是没有的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center 还有一个页面的叫做center 我把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login ctrl-d选中 换成center 那么这个地方是个页面 是个什么页面呢 知道吗 怎么做啊 能不能写的再简单点 我把这个东西能不能写的再简单点 如果我想要写的再简单点 怎么做 我可不可以把return 放在这 那这又是什么 打开这个文件 读取内容 立马返回 返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再返回到这 这再返回浏览器 是不是就显示了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个应该给的是谁呢 center center的html 好了 看着啊 一个index一个center 别的没有 我给大家的这模板呢 就只有这两个 那么都写 刷新 control 刷新 这个没问题 这个地方有个个人中心 带给大家的这个html里边 在这个html里边 我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这个index里边呢 你去点个人中心的时候 他去请求的是这个 你去点 股票信息的时候 他去请求的是这个 这么说理解了吧 inther 你接下来干什么呢 点就行了 点这个 能看得清楚了吧 是不是到现在为止 这个数据不就基本的样子 不就来了吗 对吧 这个GS没有 就说明咱们那个路径 再改一改就行了 大家看 是不是现在就多了这么一个特点 我说了这么多 想要给你表达什么意思 同样 嘴听 我接下来要总结了 我接下来要总结了 我刚刚为什么要苦口婆心的 要给你说这么多东西 而且我又加上这么多文件 加到底想干什么呢 嘴听 看啊 将来咱们再去执行的时候 看这个界面 这个是服务器 你的框架和服务器应该分离开了 所以说咱们新建了个文件夹 让它当做包 这里边是不是有可能是所有你的 这个框架里边所缩的所有的模块 是不是自己去定义了吧 都在这里边 我用服务器去加在这个文件夹里边的 那个框架的.py 然后这个.py里边的代码就可以执行 比如说index函数和这个生存函数 按理说就可以执行了 那我又是怎么做的呢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给它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字符串的话 返回浏览器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一个很简单的字符串了吧 但是真正的一个页面 是一定是stml的页面 所以说我又干了一件事情 我刚刚给大家实现第一种办法 是不是这个地方 我直接写了一长坨的字符串 是不是放在这了吧 放了一长坨的字符串放在了这 为什么后来我又把它改成了打开文件 为什么啊 如果你放上那长坨的字符串和打开文件 功能是一样的 但是最后的效果 最后将来你在开发的时候这个流程 我告诉你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你把那个字符串放在这 请问咱们放的字符串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stml的页面的内容 请问这个页面谁去写 前端开发人员去写 咱属于什么呢 后端 你要明白了 咱是后端 也就是说前端人员负责写这个页面 咱们后端人员负责做了一件事情是 让浏览区过来的请求的时候 咱们去吊谁 你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里边写的是那坨读串 那么最终 比方说这个页面我要更新 谁去更新呢 前端开发人员打开这个点PY 接下来去更新 你觉得前端人员能看得懂Python程序吗 他看不懂Python程序 但是咱们后端的人能看得懂前端吗 咱能看得懂前端 但是前端看不懂后端的 这是真的 你没觉得这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前端很简单的 前端很简单的 就是个页面 谁给的页面呢 是咱们写的程序拿的这个页面给的浏览器 听懂了吧 咱们要是不拿 他写的页面一点又没有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把前端的页面 放在这里边去 前端人员就疯了 所以说怎么办呢 就这么说 你定一个文件夹叫templates 你告诉前端人员 你说前端人员你不是改了页面了吗 你不是改了主页index页面吗 你来把那个html页面 你把它进去替换这个 请问接下来咱们再去打开的时候 请问咱们代码是不是根本就不需要更新 咱们的python代码不需要更新 前端人员觉得页面要更新 是不是请问只要把这个页面 是不是一给就行了吗 这不就是又是一种结偶吗 前端人员和后端人员开发的时候 也是一种结偶 我和你之间关系没那么紧 我只要掉 但是你只要保证那个名字叫什么就行了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 因此这就是一种方案 然后这就是一种方案 那么最终 这个模板 这个这个里边的这个框架将来 他到这里边去取模板 把模板取出来当作四幅串 再返回给框架 这个返回给服务器 是不是服务器是不是拿到了数据啊 服务器拿到了数据 返回给浏览器 浏览器接下来再去问他要的时候 浏览器需要一个静态的一个图片 或者说需要一个静态的资源 怎么着 服务器直接到这个里边去取 请问是不是就绕过了这个框架了吧 那么这么多那个好处是什么呢 请问我走的路程越多越好 还是走的路越少越好 那不用说当然是越少越好了 因为你那个页面 甚至那个动态数据有可能变 所以说咱们没有办法 只能是在从这里的处理 当我给浏览器一个页面的时候 浏览器发现需要 他需要一个请求的静态资源 请问咱们是不是就可以 直接让服务器打开这个静态资源 把这个资源拿出来 是不是给浏览器回过去 请问这个是 是不是就解了吧 因此 这个咱们服务器也达到了这么个功能 动态请求给后面的 所有的静态请求呢 全部都给他 不就做到了吗 最终还有一个功能 是不是前端和人员和后端人员 这个开发是不是也分离了呀 将来个人开发个人的 最后合在一起 我告诉你啊 以后咱们开发的时候就这样的 咱们后端人员该怎么写 怎么写 什么叫该怎么写 你们的老大规定了 你们老大规定了 将来咱们得有个登录 咱们有个登录 或者说将来咱们得有一个index 将来咱们得有个个人中心 有个主页有个个人中心 是不是有两个 你就先把这个接口写好 什么叫接口呀 就是浏览器将来去访问的index的p1 你让浏览器去处理哪个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这事不就解了吗 这事就解了 你写你的 前端写前端的 当你写的接口也写完了 就是访问的index的p1 login的p1 index什么resist的p1 都写好了 就是这里边很多很多很多 都写好了 你都测试成功了 还记得我刚刚给大家返回 那个很露的字无串了吗 用很露的字无串来测试成功 无非是等着前端人员写完了前端页面之后 是不是咱们接下来直接把那个前端页面读取出来 是不是反复就完了呀 基本上这个流程就是通的 原来我在开发的时候就是怎么干 首先产品经理来规划 有几个功能 主页 登录页 注册页 什么详情列表页 有很多页 你就先写这些接口 这就叫接口 把接口写完之后 你在写接口的时候 前端人员也在写 谁写的快呢 往往是一个后端能配上两三个前端 你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了吗 前端相当慢 后端快 后端你写完接口不就掉吗 打开读取出来反复就完了 所以说后端要快 前端人员要慢 一般是这种规律 好了 到现在为止 咱们是不是就实现了整个过程的通路了吧